寒流持续发威 今天全台平地最低温 出现在桃园大西跟南投中辽 只有2.9度 全台15个县市 气象局持续发布了橙色低温特报 双北等地区平地温度到2月1号清晨 还是有机会下探6度以下 一直要到2月1号的白天 寒流才会逐渐的减弱 气温也才会缓步回升 不过这波寒流已经让 南投仁爱乡的高丽菜叶片 结了一层薄冰 也让农民很担心 高丽菜无法抵挡低温寒害 抢在太阳烙脸前赶快收场 寒流发威全台就像冬番薯 就连宜兰太平山的步道 也冷到出现捷雾松 没仅宜人 不过这波寒流看在农民眼中 则是忧心忡忡 结霜啊 你看大白菜也是一样 就怕辛苦种植的农作 受到寒害影响 南投仍爱乡农民 只好墨子低温赶紧抢收 今天要赶快把它砍起来了 不然再晒太阳就完蛋了 就全部乱掉了 这波寒流到底有多冷 不仅农作物插点冻伤 就连台北市区的民众 也全身包紧紧 围巾大一少不了 因为气象局就针对 全台15个县市 发布橙色低温特报 像是双北等地区 频率温度都不到6度 而全台自动测站 桃园大西南投中寮 最低温只有2.9度 嘉义的人工测站 也只剩下5.9度 不过气象局预估 低温恐怕还要延续到2月1号 我们要持续提醒 这波寒流预计会持续影响到 2月1号 所以在今天入夜到明天 清晨还是有另外一波低温会发生 是在比较空旷的地方 受到强烈的辐射冷却效应影响 温度可能会跟今天差不多寒冷 至于白天的温度 从2月2号开始 就会逐渐的回升了 气象局表示 从2月1号开始 全台气温会缓步逐渐回升 民众会渐渐感受到回暖 不过到了2月4号 也就是下周二 还会有一波东北季风来临 到时候北部东部 可能会转为短暂的天气 建议民众冬天大一 别急着收 才不会照亮感冒 记者赞报道